Hello 大家好 我是Kiss Radio的DJ 曲曲 家里面有想婚友的爸爸妈妈 买房子最在意的是什么呢 一定会考量到学区 对不对 因为好的学校一定要超前部署提前卡位 像是高雄市的五福国中 每年在雄中雄女的录取率超亮眼 在文化中心对面 是高雄市很有名的文教特区 很多的父母会把小朋友送来这边 读书学习成长 这里的学区宅可是非常的抢手 可是天天在这里 大多都是二三十年大坪树的中古屋 又很少人试出 现在取去发现个好消息 那就是有最新建案文化地宝 现在还保有三字头 而且中小坪树 我们赶快去赏屋吧 很开心在三四年前 带大家去看甲山林的精品小豪宅 时尚地宝之后呢 现在又有机会带大家来开箱文化地宝了 而且邀请到曲曲的好朋友 思远经理来为大家介绍 思远经理你好 思远经理好久不见 非常感谢你当初帮我们介绍时尚地宝 我们会好多客户因为你来看我们的房子 谢谢 那我们现在有文化地宝大优势 第一是真正的市中心 第二车站特区建设的加持 第三是五福国中最好的学区 第四则是房价三字头买得起 第五是我们甲山林的品牌 哇这么棒 我们来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好不好 好走吧 我们进来看到文化地宝的表板区 可以看到文化地宝所在的位置 还有它叫做呼和便捷 但是呢 位在市中心到底现在房价如何 我们要来比较一下思远经理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文化地宝目前在高雄的正式中心 高雄有甲州新湾区和龙池六 目前房价已到五字头六字头 北出馆龙池六也是五字头六字头 而真正的高雄房价凹陷区 是我们车站这边 那未来2025年可以完工的高雄新火车站 那这边正在做它的商业大楼跟旅馆大楼 那预计在2025年会完工2027年会招商成功 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一个价格凹陷 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投资时间 因为如果现在投资之后呢 等到完工招商落成 以后呢我们旧金就可以逛百货公司 旧金就可以搭乘火车 说到不只有火车 还有很多的交通运输工具对不对 我们文化地宝 那有目前的局限文化中心站 还有未来的捷运外市民族车站 还有台铁的民族站 那这交通网路四通八道 我们文化地宝所在的地方呢 是交通路网非常绵密 刚刚有介绍过有台铁 有捷运还有轻轨 在这里呢也是学校非常多聚集的地方 而且有学校就有绿印 我们这里有多少所学校呢 我们文化地宝在高雄是文艺气息非常浓厚的区域 那它有在文化中心 以及我们的高师大高师大附中 武福国中高雄明星学区总量管制 以及我们这里有海旋公园 以及彩魂公园 那都非常近哦 那文化地宝既然冠上地宝两个字 应该就是品牌的保证 为我们介绍一下建商吧 我们甲山林已经有了40年的经验 销售规划台北仁爱地方 在全台湾各地都有推案 我们甲山林非常重视建筑工程透明化 那也是高雄罕见的 有户户专属的建筑履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高雄少见的 十年防水保固 在产品呢 我们这个建案有 市面淫路三座公园环保 巴洛克的钢石基座 29层的青天地标 而且听说超市就占一楼 非常的便利对不对 也难怪获得很多很多 来看房子的时候 马上下地 我们马上来访问一位 现场立即下地的客户 当初会想要选择买这边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它的基地位置很好 就在市中心 然后它其实位置 有点像是在存住宅区 周边的一个零房啊 环境都很单纯 可是你主要干到又非常的近 等于说我要去车站啊 或者要是通往国道 或是去南高雄或是北高雄 各个道路都是非常发达的 是 所以真是佩欣觉得这个地方 地理环境很好 那柏宇有没有参与意见呢 有考虑到学区的问题 对 在这边未来的话 就学也是非常的方便 是 所以考量学区是多余的第一优先考量 不知道你们还会考虑什么 然后当机立端的决定 要买文化地方呢 大部分还是在于预算问题 对 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在看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市中心已经跟高雄周边的一个价格 没有差到太多了 一方面的话它的一个交通也比较好 一方面它的一个周边的生活环境也是比较成熟的 对 那后来就是随着市中心的价格不断的载起来 其实就是现在文化地宝还有难得的三字头 其实我们都是觉得CP值蛮高的 嗯 那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考量的部分呢 嗯 有因为这个文化地宝的建商是甲山林 嗯 然后在就是多方比较之下 我们也觉得这个甲山林 它的房屋的品质呢 建材用料呢也都还是错 嗯 所以这个建商品呢也是我们考虑的重点子 刚刚我们访问到的是新卉小家庭 他们购买的是两房两位 但是一般家庭如果人口数多一点啊 或者是比较传统一点 都是希望能购买三房两位的房金 那接下来就访问到思源经理 像在文化地宝有这样的房型 而且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好 我们这主要帮客户介绍 我们有一个坐北朝南客厅面栏 然后大面积采光 边间的公园第一排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房型是属于 公领域跟私领域分开 那房型非常方正 厕所有开窗 那我们的这主要的族群 都是属小家庭幻屋的族群 特别多的都是自产换屋的客户 所以呢文化地宝 这么具有强势优势的一个房型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赶快来预约赏屋 同时如果你有换屋自产需求 而且想帮孩子卡好学区的朋友们呢 现在正是入主文化地宝的好时机 欢迎大家前来预约赏屋 点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